又是酒驾惹的霍一名男子在辛亥隧道口自撞 酒车值竟然高达1.09 不仅撞断护栏还冲上人行道再撞电线杆 轮胎喷飞后方好几台车辆还差点被波及 自小客车失控撞上停车场护栏 撞击碎片四扇空中 护栏当场被撞断 整辆车不断没有停下来 一直往前冲 冲上人行道大力撞上一旁的电线杆 这台失控自撞的自小客车板筋凹陷车头全毁 车门还掉在数十公尺外的护栏旁边 轮胎也离开车身掉落在地板上 紧销货报赶到现场将浑身酒气的驾驶送医 早上六点多 唐信驾驶开着自小客车刚开出辛亥隧道 因为喝酒喝太忙了 酿下大祸 招式驾驶身上多处擦伤 头部颈部受伤流血 酒车值竟然高达1.09 送医后并无大碍 到底喝了多少酒 酒特值严重超标 竟然还敢开车出门 若是波及无辜路人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综合报道